前面就寫了一個這個坑很大你敢來嗎 禮拜五下午大家不用上班 已經在逛露營區了 如果是我要選擇烽火台的話 我會選擇像這種 跟我來 外面租房子如果家圖四壁 我覺得很適合來這種露營店逛 超棒質感超優 我好喜歡喔 我知道現在有一個人也開始有空 柯市長 經過我們上一次去花蓮 我們實在是裝備實在是非常的不夠 剛好有一間店 號稱露營界的唐吉柯德 它是一個中部的露營店叫竹鹿天下 它在板橋開了一間旗艦店 據說有五百坪 裡面看到有什麼寶物 有趣的就跟大家分享 有沒有蹦聘 前面就寫了一個這個坑很大你敢來嗎 害我有點想要往回開 我們是抱持了尋寶的心態 所以想要知道我們尋寶找到什麼 還有好不好用 請記得一定要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竹鹿天下 禮拜五下午大家不用上班 已經在逛露營區了 小鈴鐺 焚火台專區 這就是所有露營人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燒火 尤其在冬天的時候 這個還蠻特別 它是什麼木頭 這個龍眼木吧 你看這邊有寫 它就有一箱一箱的木頭在賣 然後還要在那邊買斧頭 往上看就有斧頭 那你說有沒有人在賣劈好的斧頭 可以直接燒 其實有 但是大家不想買 因為在露營的時候 就是要享受那種 我在野外自己劈柴的感覺 也是氣氛 所以露營是錄一種氣氛 一種風格 所以它這個龍眼木燒起來的味道 其實是有點不太一樣 會有點鬆香感 如果是我要選擇豐火台的話 我會選擇像這種 跟我來 它也沒有特別貴 但是你燒起來上面還可以烤肉 就真正木頭在烤肉 二合一的 炭燒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像這種一組的功能型的 裡面還附一個爐子 剛好又有擋風的功能 然後又極輕量化 折疊起來也是小小的一個 這邊還有一個吊燈的地方 你看你想想看 如果有個氣化燈吊在這裡 你在這邊煮東西 是不是整個氣氛就來了 它這邊有很多像煤油燈 或者是火箭爐 燒柴火的時候那種火箭爐 火箭爐有什麼好處 火箭爐就是燃燒可以比較完全 因為你看它都動 像金鍋一樣 金鍋就是旁邊都會挖動 你氣體進去以後 在這邊上面還有氣體 就會再助燃一次 就不容易產生黑煙 那邊有一些氣化燈 它這個會生熱的 有一點熱然後會有氣氛 所以還是一樣 我說的路氣氛 你會覺得 現在LED燈的功能這麼多 離電池的功能也都進步 儲存容量夠大 為什麼大家還要用整個 其實是氣氛 我以前跟人家去露營的時候 他們都會不要 要不要上廁所 我就想要為什麼一直找我上廁所 原來是他們要這樣提著 在前面領路的一種感覺 煙霧的瓦斯爐我找到了 這樣就不用在車上 關在門裡面煮東西 怕風大 這種4.1K瓦的 是所有露營的玩家推薦的 而且聽說永遠用不壞 防風 防風 火力也夠強 火力也夠強 熱量夠高 所以在上面是可以放個烤盤嗎 對對對 我們來看一下烤盤 像這種烤盤 我覺得也很值得一買 它就直接放在剛剛那個瓦斯爐上面就可以烤 所以溝槽那個油都會流到旁邊 然後你也比較好做料理 對 你的油又不會太多 吃的會相對比較健康一點 我看到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第一個配色很棒 第二個超輕 而且你以為只有這個深度嗎 沒有喔 喔 這剛好是一杯7-11中杯咖啡 對啊 帶出來還可以用 在家裡也可以用 超棒 節省了很多空間 對空間很節省 老實這個好酷喔 我們一定要買那個嗎 這個不是看起來比較專業嗎 對這個是宮頂爐 宮頂爐差在哪裡 更高山 它的壓力會更大一點 它是配合高壓瓦斯罐使用的 所以它這個可以直接 對 它就是為了你真的去 比方說登山的時候 你就背一個這麼小的 然後 在背包裡面 你一定要說到最小的 最輕最 最輕量化去爬山登山 以我們兩個體力喔 這個是我們暫時還用不到 爬不到那麼高 對我們爬不到那麼高山 這個其實一般拿來掛鍋碗瓢盆 讓它風乾 又很方便又衛生 而且它其實賣很便宜 這種都是相對於入門級的 平常在家裡也可以買 對 可是這個如果在露營的時候 它的整個體積會相對比較大 超舒服的 這個一定好做 但是它就是體積大了 而且脖子有靠 你把它收起來看看 你就會發現體積有點大 而且不會晃 超穩 對這個很穩 家裡沙發都不用買 你把它收起來試試看 看看你能不能接受 這個東西在你車子裡面 對它就變成一隻這樣 然後大概看起來像是 看起來像是要去烏克蘭打仗的樣子 太大了 但是很舒服 很舒服 我覺得1000多擺在家裡 但我覺得如果是比方說 沒有家庭 就是可能一個人或兩個人 去露營的時候 帶這個就很舒服 對啊在外面租房子 如果家徒四壁 我覺得很適合來這種露營店逛 真的 桌子椅子鍋碗瓢盆 你全部都可以買這種 第一個輕量化 帶走方便 露營還不用再買一套 超棒 而且如果你被房東趕出去 你就直接把這一套搬去外面野營就好 對 沒錯 耶 這一組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棒 第一個 它這個是有磁鐵的 有磁吸的 下方還有一個置物空間 可以蓋起來 而且老實講 七八千塊 你找人家訂做 根本做不出來 沒錯 自己訂也不划算 而且質感 層好 而且 也是攜帶方便 超優的 擺在家裡 日式殘風 超棒 你到底是來逛露營用品還是家具 你一直在擺在家裡 平常擺在家裡 要買一套 我出去就不用再買一套 也是 都可以通用 也是 這個還蠻棒的 它賣多少錢 它賣 八千塊 你隨便 你留五百二是不是 你隨便去家具行買 這個可能 沒錯沒錯 一個木頭茶雞原木的 都要一萬八一萬七八 要吧 而且這個還多功能 還可以收 而且還有掛鉤 對 你看這個小強講的沒錯 你租房子常有搬家需求 你就買這個 要搬家就方便了 還有置物 還省下不少搬家費 超棒的 原木 非貼皮 超棒 質感超優 我好喜歡 超喜歡 買 超喜歡 吃飯時再叫我 它跟我家的獨立桶 沒什麼兩樣 這根本就是一個家的概念 就是一DK 一房一廳 你想想看 如果我去野營 有這樣的一個 一房一廳的空間 我跟君寧兩個人一起走進去 不用了啦 這種氣氛這種畫面 好了可以了 我在這邊備完料 直接在那邊噴煮 噴煮完以後上菜 那等噴煮都結束以後 全部的人可以圍上來 開始享受熱騰騰的菜肴 這種整合型的 我是跑不開這個眼光的 露營桌都會放上一個氣氛燈 就可以再想像 我跟君寧坐在這裡的感覺 我覺得我們等一下帶大家看一些小東西 走 帶你去看 你如果有缺的話 可以過來看一下 然後就可以下個面了 跟我們一起坐在這裡 我們等一下看 然後墳圍就在這邊 下個月的時間 下個月的時間 快點 下個月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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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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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月 下個月 下個月 下月 這錄下去真的會著迷 而且東西會一直買 越買越有質感 難怪剛剛在外面的時候 這個坑很大 你敢進來 男生對這種複合式功能型 一機多用 一物多用的概念 真的很難抗拒 大家會去劈營火 會去劈柴火 這都是現代人 好像不應該要做的事 可是就是回歸到原始的野性 在外面如何開火開的安全 開的有質感 有情調 有風味 又休閒 娛樂 整合在一起 它也是一種 你可以把所有的負面能量 跟你在城市的一些喧囂 換給大自然一種方法 全家人能夠好好的聚在一起 通常老實說 平常在家裡 晚上就各自滑各自的手機 做各自的事情 那你在戶外 其實時間會過得相當的緩慢 而且可以想清楚說 你真正要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我知道現在有一個人也開始有空 柯市長 他快要不是市長 他開始有空 我覺得跟他錄影一定很有趣 最好把王世堅也找去 我們不用講話 我們只要拍他們睡在一起 有機會我們再帶大家去逛其他的錄影店 拜拜